大家好 今天我想做一个中文的ASMR视频 我知道我以前做过一些读中文的ASMR视频 但是我觉得最近想练习我的中文 而且觉得可能有很多人虽然不会说中文 但是可能觉得这种视频可以帮他们睡觉 所以这个视频我想介绍我的家庭背景 比如说我父母还有爷爷奶奶 老了老爷他们的一些历史 比如说从中国从哪里来的 也讲一讲我自己学中文的过程 还有我自己在北京生活的经验 所以先开始说 对不起 我的中文现在说的不是特别好 因为我现在住在纽约 在纽约大学上学 说中文的机会很少 我唯一说中文的时候就是跟父母说话 偶尔会跟我的男朋友讲一两句 但是他的中文远不如我好 所以一般就是帮他练习 所以可能我选择的一些词可能不太对 所以请你们中文看视频的人可以原谅 OK 那么先给你们讲我妈妈和我爸爸他们的历史 我妈妈的爸爸妈妈 所以我的姥姥姥爷 还有他那边的家庭 都是从东北来的 东北 我妈妈是在东北 齐齐哈尔出生的 然后我的姥姥姥爷现在还活着 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的 我的姥姥姥爷都现在还活着 但是他们现在住在北京 他们是我妈妈初中的时候可能搬到北京的 所以当时我妈妈来到北京的时候 东北口音很大 然后很多她的 很多她跟她上学的人 会嘲笑她 但是现在我妈妈的北京口音 就有一个北京口音 但是我姥爷 还是有听众的东北口音 我的姥姥现在已经不可以说话了 但是她活着 但是可能就很快会去世 我爷爷奶奶 所以我父亲那一边的家人都是来自四川 可能是四川成都 我知道是四川 但是四川哪里我不太清楚 我爷爷奶奶都去世了 我爷爷是今年去世的 然后他们都是记者 他们两个都是记者 而且当时在西...不好意思 他们当时是在西藏工作 所以很多时候是我爸爸照顾他的弟弟妹妹 我妈妈这边有一个哥哥 是我的舅舅 但是我爸爸这边有四个孩子 第一个是我爸 第二个是我二叔 第三个是我姑姑 还有第四个是我的小叔 儿叔叔 所以我爸爸和我小叔的年龄差异是十二年 所以他们现在都住在北京 我妈妈爸爸两边都是住在北京 所以我和我的弟弟是在美国出生的 所以当时我爸爸妈妈大学毕业以后 来到了美国来考研究生 我爸爸当年是在纽约 考的研究生是... 是... 我爸爸是生物学的研究生 我妈妈当时也是生物学 但是他考的是硕士 然后我妈妈是在澳大利亚考的硕士 但是我爸爸妈妈是在大学认识的 他们是同一个系 都是生物系 然后毕业以后他们分开了 但还是好朋友 我父母当年做了很多很多年的好朋友 然后最后我妈妈来到美国 然后跟我爸爸结婚了 然后生了我还有我弟弟 所以现在我们是住在加勒福尼亚加州 然后他们都是在那工作 所以现在我来讲一讲我自己和中国的经历 我在美国出生以后 一句中文都不会说 因为当时我父母想让我和我弟弟先学英文 想让英文是我们的母语 所以我从小长大 只会说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我饿了 我渴了 可能那一类的东西 然后我 我们在加州住的地方有很多广东人 还有很多香港人 但是因为我父母很多年都是在北京长大的 他们不太愿意我和我弟弟有一个广东的口音 或者可能在美国学中文比较难 说起来会很快能听出来 不是中国人 所以我父母他们不会愿意这样 所以我八岁的时候 我八岁的时候 我弟弟六岁的时候 我们一家人搬到北京 就是为了让我们学中文 所以当年的一些经历和一些记忆 可能都不太清楚了 但是我记得当时我很高兴 很愿意去中国 因为当时我也不知道中国是哪儿 只知道我是中国人 而且我们是小学的时候去的 所以很多时候 我的父母并不在意我们学习的成绩 只在意我们高兴 学中文 学习中国的文化 所以当年我们搬到北京以后 我父母为了让我们好好学中文 没有把我们送到一个国际学校 或者一个很贵的私立学校 他们是先把我们 先让我们去上一个公立小学 就是我们家旁边的一个公立小学 当时我们去的时候 我们是他们历史以来 第一次有外国人去上他们的学校 好像我和我的弟弟 我当初是二年级 不对三年级 我弟弟是一年级 我记得那个学校 我不会把名字说出来 万一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原因 但是不会说 但是我记得那个小学的老师和学生 都对我们两个态度 特别特别温柔 而且特别欢迎我们 当时很像我们两个是一种 很奇怪的外星人 他们很多人都没有见过外国人 除非是在电视上 而且他们从来没有听过 我和我弟弟说英文的那种速度 所以很多时候 我和我弟弟说英文的时候 很多老师和学生都会 围在我们身边听 因为可能听起来很奇怪 听起来很好玩 所以当时我上小学的时候 真的是一句中文都不会说 但是很快 我妈妈说是两个月之内 我就 我的中文就几乎是流利的 而且是一口北京腔 我觉得我现在的北京口音 不是特别重 但是就没有以前重 但是肯定会比 不来自北京的人的北京口音更重 喝点水 所以当年我在北京的生活 特别特别开心 我特别特别喜欢中国和北京 小时候我的朋友特别多 我最好的一个朋友 是在我第二个学校的班长 他很聪明 而且就当初我记得 我来自那个新的学校第一天 他是第一个人跟我说话的 所以差不多过了一两年 我的父母就我们搬家了 然后他们想送我们两个去一个新的学校 因为这个时候 我们两个的中文都比较流利了 所以我觉得当时他们 就想把我们送到一个更好的学校 而且是一个住宿学校 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是一个很 很好的机会来学习很多生活上的能力 比如说 比如说不天天跟着家长 所以会让我们很独立 而且我们在学校住的时候 需要天天蹲地 擦桌子 叠衣服 洗自己的裤衩 所以就很多这种东西 让我学会了很多生活的能力 所以这个学校叫会家学校 会家国际私立学校 这种 现在也是很大的一个学校 当年我们去的时候 它是幼儿园一直到大学的一个学校系统 所以我去的时候是四年级 然后我弟弟应该当时是二年级 或者三年级 我不太清楚 然后当时每一个年级有五到六个班级 所以我当时记得我是四二班 然后到五年级是五二班 我记得我应该是二班的 所以挺逗的 因为我觉得现在我最喜欢的数字是二 比如说我打体育的时候 一般都是第二号 然后当时每个班级可能三十到四十个学生 在这个国际学校呢 美国人也不是很多 可能整个小学也只有十个到十五个人 我记得 当时我们每个星期有一节课叫海归班 因为这些都是 比如说像我和我弟弟在美国出生的英文比较好的 所以这每个星期的课 都是教我们在美国学习的英文 都在学习什么 这样的班级 所以导致我们的英文不会拉掉 所以我现在那个班级的老师 我跟他在Facebook上面还是朋友 还有很多 还有两三个人在那个班 我至今还会跟他们说话 这个学校呢 就很大 很大 而且是一个私立学校 所以条件特别好 但是我记得 我在那的时间特别快乐 也是 我是当时是英文的 英文课的代表 英文课代表 而且每天早上做早操的时候 是我 还有可能是五一班的一个女生 一起 一起领操 每天早上是整个小学 一起做早操 然后 我当时在学校也是参加舞蹈队和唱团 还有篮球队 所以我小时候特别喜欢跳舞 特别喜欢唱歌 我觉得有可能会有一天 我在这个频道上可以给你们唱歌 但是可能不会太 不会特别让人想睡觉 所以我六年级之前 我们就又回到了美国 因为当时我父母的想法 只是让我们学习中文 不愿意长期在中国生活 所以我们就搬回到了美国 然后我在美国上的中学和高中 然后现在在这上大学 那么我高中毕业以后 可能你们都会知道 我有两年又回到北京 在北京工作了两年 所以我觉得可以跟你们讲一讲 那个时候的经验 当然不会太仔细 太仔细讲 因为两年的时间很长 但当时我还是回到了北京 因为我们在北京 当时的家还在那 而且我的 我的家人都在北京 所以一回去 我是在不同的公司 不同的学校工作了两年 而且在北京 认识了很多很多朋友 一半的朋友是中国人 一半的朋友是美国人 我当时的家 离北大清华的那个地方 叫五道口 离五道口很近 而且我有很多朋友 都是在清华上学 做一个学期的交换生 或者做一年的语言学习 所以他们的公寓 都在五道口附近 所以当年我们在五道口 在五道口混 混了很长时间 很多晚上都在那 我第一年去 还不到半年的时候 认识了一个在五道口 一个酒吧的 酒吧员 是中国人 然后我们两个就开始好了 我们两个差不多好了 一年半 两年 快将近两年时间 他不会看我的视频 但是我们偶尔也会问个好 什么的 然后当初 我觉得当初我们两个都知道 这个叫什么 这个就是 交的这个朋友 可能不会是长期的 因为我最后肯定还是回到美国 但是他是东北 畜生徒长的 而且一句英文不会说 然后好像只是中学毕业 所以可能当时我们就知道 可能不会长期 不会长期在一起 但是现在还是 还是朋友 我想想我可以讲 我们当时出去的地方 可能现在这些酒吧都 已经不存在了 所以我说过 我们在舞蹈口 去了很多舞蹈口的酒吧 我们最喜欢去的酒吧 可能是 Steps 还有La Bamba 还有舞club 舞蹈口 一般我们是去那三个地方 但是有的周末 我们如果想出去玩 去别的地儿 我们会去鼓楼 会去三里屯 也就是这两个地方了 鼓楼 有一个特别好玩的酒吧 叫 我们去鼓楼的一个酒吧 叫达达 达达酒吧 这个酒吧比较小 也有一个小的跳舞的地方 但是我们一般喜欢这个酒吧 因为周末 他们会有EDM的音乐 我其实不是特别喜欢那种音乐 但当时我的朋友都很喜欢 而且我觉得去鼓楼的人都很有意思 可能都是一些年轻的hipster 我不知道中文hipster怎么说 但是当时我特别特别喜欢 鼓楼和后海这个地区 所以我经常去 那么三里屯 我们一般是去 有一个当时叫Latte 还有一个叫 我们也去过Mix和Vix 然后而且还有一个比较大新处的 叫Liv 最后呢 有一个世贸天接的 那个叫 哎呀我忘了 但是好像 工人体育馆那儿 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酒吧 怎么可能忘掉 这两个名字了 你们如果知道的话 就是工人体育馆 有一个最大的 但是我现在忘了 我一会儿会 我一会儿可以查一下 然后放在这 然后我忘了 怎么叫什么来着 所以我在北京的时候 经常出去玩 出去喝酒 出去跳舞 我很喜欢跳舞 至今我也很喜欢跳舞 但是在纽约比较贵 而且在纽约需要交钱进去 而且酒都比较贵 而且我现在可能因为年龄大了 不太愿意去任很多的地方 所以我和我的男朋友 唯一出去的时候 就是为了跟朋友 如果是一个朋友的生日 或者就是很多朋友想出去玩 只会这个时候出去 这就是我中文和中文的ASMR 我希望你们喜欢 再说一首对不起 我的中文可能很烂 但是 我希望你们现在都已经睡着了 而且希望你们很喜欢这个视频 如果你们喜欢 请在底下告诉我 还想要一个 那我可以再想一想 再可以给你们讲 什么中文的故事 下次见 Bye